奥菲以诺之王 这是在《假面骑士55》当中登场的最终包子 正如他的名字所说的那样 这位就是奥菲以诺阵营当中的王者级存在了 在剧情的设定当中 奥菲以诺之王不仅是有着 凌驾于所有奥菲以诺的顶尖实力 同时还有着能够赋予其他的奥菲以诺永生的技能 如此一来 那些智脑集团的奥菲以诺们 这才是想方设法的想要将其给唤醒 当然了 想要从他那里得到永生 倒也并不是没有代价的 在奥菲以诺之王的眼中 所有的奥菲以诺 其实在本质上都算得上是他的食物来着呀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一起回顾一下 这个让奥菲以诺阵营又爱又恨的经典角色吧 不过为了方便称呼呢 以下将会与缩裂的奥王来叫他 嗯 请注意跟奥特之王的区别哦 由于奥王的存在背景在剧情当中 并没有进行交代的缘故 所以我们只知道呢 早在剧情正式开始以前 但还是由山羊奥菲以诺管理智脑集团之时呢 他们就已经是知道奥王的存在了 并且他们还知晓了 奥王是寄宿在了小孩子的身体上来着 嗯 当然了 这种小孩子那可不是普通的小孩子 而是必须得满足 从绝境当中存活下来的标准 于是乎呢 那时候的山羊奥菲以诺 便是收养了很多经历过生死离别的小朋友 为他们建立了流星熟进行抚养 只可惜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却是证明 奥王并没有寄宿在这一群小孩子的身体当中啊 直到剧情发展到了后期呢 当失恋阵线联盟的二人组一起溜达到了一栋大楼当中之时呢 刚好遇到了大火发生的两人 便是从火场当中救出了一个名叫林木赵夫的小孩子啊 而奥王呢 也就这么恰好的就寄宿在了这个小孩子的影子之中哦 虽然剧情当中并没有阐述奥王为何会陷入到沉睡的状态 但是面对着既定的事实设定啊 奥王即便是原本再强悍 此刻也是只能处于一个能量空虚的情况啦 而这呢 也就是为啥智脑集团要开发出假面骑士腰带的原因啦 剧情当中登场的众多的骑士系统 其实都是为了能够在奥王处于虚弱的状态之时 起到保护的作用 也正是奥王处于这半睡半醒态的过程之中 为了能够完全觉醒的他 便是控制住了赵夫的身体四处的游走了起来 并且通过在墙上显露出了实体的方式 利用那夸张到毫无造假之类的能力呢 就对奥菲尔诺发起的攻击 而那受到光之鞭袭击的奥菲尔诺 并不会变成一地的灰灰 而是会变成宛如一座石雕的模样 甚至连他身上燃烧起的火焰呢 也会被一起定格啊 嗯 值得注意的是 既然墙上出现的是人类的投影的话 那么也不难判断出 奥王的本质应该也是由人类所进化而来的嘛 只不过由于这些小喽喽们体内的能量 并不是很多的缘故 因此奥王倒也是不能始终控制赵夫的身体来着 如此一来的话 赵夫呢 也就会时不时的陷入到意识丢失的窘境之中 随后伴随着狩猎的持续展开 奥菲尔诺阵营当中的珊瑚奥菲尔诺 便是发现了奥王的踪迹 于是火 在将此事上报给了村上社长之后呢 这位狂热的奥菲尔诺利益至上的代理社长 便是在被山羊奥菲尔诺 给剥夺了在公司当中的所有权力之际 直接就是将自己所有的筹码 都压在了奥菲尔诺之王觉醒之上了 那么他们这些奥菲尔诺呢 在一时之间也会陷入到灰化的状态之中啊 就好像山羊奥菲尔诺那样 即便是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呢 他也就会自己灰飞烟灭掉了 而且还是黑乎乎的灰啊 而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呢 当村上被几个假面骑士给打的是富商逃走之际 刚好在路上看到了赵夫的他 便是主动的就将自己的身体交给了对方 任由那已经是摒弃了人类形态 并且进入了绝形态的奥王 将他的身体也给变成了一副石雕的模样 也就是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 这奥菲尔诺之王的设计原型 应该就是来自于蝗虫了吧 至于说为啥蝗虫才是王者 那可能跟十孙张太郎老爷子觉得 蝗虫是一种很强的物种的理念有关系吧 毕竟人家假面骑士一号 不也是以蝗虫为设计原型的吗 而在吞噬了村上的力量之后呢 但随着队友的背叛 身为奥菲尔诺世界当中实力排名前三的北齐 也就被奥王给盯上了 而且此时的奥王也已经是拥有了石体 并且在将北齐给石化了之后 直接就是铺上去来了一个恶黄铺石 嗯我想北齐应该是开启了奥菲以后 被吃掉的仙河了吧 也正是在目睹了这样的局面之后 翘爷呢也是得知了奥王的真实身份 没想到啊没想到 那原本就是用来保护奥王的假面骑士腰带 即便是被送出了智脑集团之后呢 却也是回归了他原本的作用 虽说翘爷也曾经想过 以通过解决赵夫的方式来干掉奥王 但是他终究还是在出手之前犹豫了起来 于是我随后赶到现场的牧场勇志 便是在将巧爷给击退了之后 直接就是带着赵夫的身体 回到了专门为奥王所打造的 智能塔建设预定地之中 默默地看着奥王完成了最后的觉醒过程 嗯要不是他早已经显露出了真身的话 我还以为他这副模样是八爪于奥菲以诺呢 哈 最终在主角团们的惊呼声当中 漂浮在空中的奥王呢 便是震碎了赵夫的躯体正式宣告觉醒了 嗯我想此刻的海棠 应该是众人当中最为痛苦的一个了吧 随即在看到范子对龙虾 以及吴公奥菲以诺发起袭击之时 奥王便是随手一发光弹 就将其给轻松地击退掉了 瞧瞧他这霸气的登场姿势 仅仅只是在使出了一招的情况下 并是让范子退出了合体的状态 至于那没有杀大用的三元嘛 同样也是一招被秒值了呀 只可惜了那过来送爆裂器的机动铁马 倒是被奥王给彻底的给打成了渣渣就是了 我不是针对你呀 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紧接着呢 或许是为了奖赏那些保护了自己的手下吧 奥王转头便是将龙虾奥菲以诺给吸在了身上 在将其体内的特殊能量注入了他的身体之中之后呢 但随着隐山亚子的人类形态彻底的崩溃之时 他也就不再需要担心自己会自然的灰飞烟灭了 而后在三位骑士的卖力围攻之中 实力惊人的奥王呢 还是以碾压的姿态压制着他们三个 并且在这一过程里面 奥王的随手一击呢 还摧毁掉了牧场泳志身上的凯撒腰带 嗯不得不说这条腰带也未免太不幸了吧 不管是TV版还是剧场版 都是没能留到最后哟 当然了 也正是在受到了这样的攻击而觉得命不久矣之时呢 牧场泳志便是完成了奥菲以诺形态的变身 束缚住了奥王的身体行动 于是乎同样一块凉凉的巧言 这才是高高跃起 一块子爆裂形态朝着奥王施展出了必杀技能 直接就是把那不可一世的奥王给踹成了个植物人了 虽说在TV版剧情的结局当中 奥王的身体是被龙虾奥菲以诺给带回了实验室当中等待复活 算是给观众们留下了一个奥王生死不明的开放性结局 但是据某度的简介来看的话 奥王最后还是被爆成了一地的渣渣来着 这个反正我是没有找到这部所谓的DVD来着 因此这到底是真是假的话 也就留给大家自行考究好了 好的 至此假面骑士555系列当中 所有的奥菲以诺角色就全部分享完毕了 接下来还会有几些剧情当中出现的骑士系统的单独分享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要来打考